欢迎收看 创意理财尽在运通 财富指挥官 财富涨停板 而且呢 这一次我们这个礼拜 礼拜四 礼拜五 礼拜三啊 几乎天天都在涨停板 而且很多股票事前预告 甚至呢 是其他节目 根本没有给你预告到的地方 有些节目啊 预告的不太好啊 结果呢 开高之后就立刻走低了 有些节目 而且这个涨幅不大 注意 涨幅不大 有些节目呢 我也不晓得好去说 这个晚上的节目现在很多 然后什么股票 通通都叫做所谓军工股的 通通都来了 我就是这么跟各位讲说 各位注意一下下 有些呢 到底是不是军工概念股呢 你一定要去想清楚 这本来不是做半导体的吗 所以亲爱的投资朋友 今天礼拜五 接下来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假日啊 很多节目包含晚上的节目呢 都是等这个题材一路热起来了之后呢 跟着一起喊 跟着一起 不好意思讲说一起炒题材 但是我跟各位讲一件事啊 请你一定要记得啊 昨天一整天下来也好 接下来这三天也好 你会看到非常非常多的军工专家 军工节目啊 我只想跟各位讲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就重要了 就剩下这一个问题你帮我听清楚就好了 一个晚上下来 这么多节目下来 请问我要各位自己认真的去看 哪一个才是真正的军工投资专家 哪一个才是真正能够帮助你哦 亲爱的投资朋友你看一下这个也算吗 甚至我就这么说一件事 假如说啊 我是不能说假如说了 假如说我昨天预告今天就让你知道 好 没关系 我很直接的跟各位讲一件事 亲爱的投资朋友 谁从11月份开始 就一路穿上军装来跟各位报告 除了韩儒博 也就是当时的军火商人 我一直跟各位强调 他这次带来的叫做洛克希德马丁 就是军火界里面的苹果 他这次带来的叫做雷神 就是军火界里面的NVIDIA 灰达 所以我跟各位讲说 他带来的人这次不一样 以前带一些小咖的不算 洛克希德马丁都来了 从11月份开始 你就看着我穿军帽戴军服 跟各位讲军工产业来了 果然现在全世界都认为军工产业 才是真正让你致富发财 大赚的工具 你说对不对啊 但是很多朋友 现在也会出现一个问题了 老师啊 这股票涨多了 注意哦 我认为啊 为什么我说 今天你要找唯一真正的专家 各位 什么叫唯一真正的专家 第一个 最早跟你讲的股票 我说过22块那个时候 没有办法全部人都扣到 因为后来跳功涨停了 但是第二阶段的时候 就已经来到34块了 从34块开始 我们的家族几乎每一个人都知道 而且都有雷虎啊 这里没扣到 因为这里扣出去的时候 有好几个时间已经锁住了 但是这里呢 就是大家都有了 那么以前曾经跟你坚持的股票呢 今天一放出来 立刻涨停 这个叫做坚持 这个叫做专家 你说对不对啊 第二个啊 昨天才跟你讲的 各位注意哦 来 我还特别把这个 这个电脑上面的图 各位看到没有 2023年4月13号 这张图印出来 跟你讲 昨天跟你预告的 昨天跟你预告的 哇 那张照片就没关系 一样的道理哦 昨天跟你预告的 来看一下 那么今天呢 嗯 没关系 来 昨天跟你预告的 这两档股票 等一下我翻给你看 一档呢 就是537的中光店 表示昨天才买 一档就是2630 亚航 亲爱的投资朋友啊 我们先从这一档股票 跟各位讲好了 我说 有一句 不能讲说 无虚枚嘛 最重要是什么 低档两个字 有的时候老师 都要追高 我没有办法 我从来没有做过 做过这个所谓的 这个这个 军用概念股 我从来没做过军工股 我说这一档最低档 具备无人机啊 而且准制造商啊 他还做什么 TH67的 永鷹系列的飛行器 親愛的投資朋友 答案是不是他 我們等一下翻給你看 因為我放亂了一下下了 各位看到沒有 答案昨天是不是告訴你 這是誰做的 答案是不是就2630的雅航 還有昨天從LINE來報名的朋友 答案是不是2630的雅航 另外一檔在這裡 我等一下把昨天的那個單位 也拿出來給你看 那麼等一下我找出來 就在這下面這裡 537的中光電 它叫監測型的 中光電也做無人機你知道嗎 它是做 可是以前它比重沒有那麼高 但是不要忘記了 這一次的微型無人機 是中光電跟雷虎兩邊平奔的 再加上各位監測型的無人機 基本上這個微型是雷虎有做 監測型的那麼是中光電獨作 各位看一下 今天是不是快速又攻上掌停板 我今天來我真的是 很想很想幫助所有所有的朋友了 你知道沒有啊 親愛的投資朋友 我今天來真的很想很想幫助所有朋友了 我甚至今天來我已經要跟各位講說 注意喔 因為我的節目現在已經變成所有的老師啊 可以說是加減操 加減參考 我今天來不會告訴你任何一個 在節目上 可以說是 不能說不告訴你啦 但是我要請所有朋友 你要打電話進來 各位注意喔 那麼等一下我來找這一張 我不知道放哪去 但是保證 這裡面第一個寫的 你各位現在看到這邊寫 微型無人機應該看得見了吧 看得見了 這個叫製造永因TH16 謝謝導播啊 這表示沒給你亂寫啦 表示說我是真的 這是昨天的螢光幕上面顯現的啊 如果你真的抓對一個趨勢啊 真的會在前一天的時候跟人家講 真的能夠掌握住那個發動跟起漲點啊 親愛的投資朋友啊 我2月17號送給 我1月3號公佈在這個螢光幕上面 2月7號送給你的所有的資料 這裡面檔檔都是創新高的一個情況啊 而且那個時候你進場的時候 這裡面每一檔股票 隨便找一個四五七二好了 祝龍好不好 這個最沒有人氣可不可以啊 各位啊 檔檔都是創新高耶 檔檔都是創新高耶 這是我當時在2月7號 分享給所有朋友的資料啊 我相信各位應該可以記得啊 我以為記錯日期我也不知道 但是你一定比我還記得啊 各位注意啊 今天一定所有人都通通來講漢翔 所有人通通來講雷虎 啊這個雷虎有多好有多好 雷虎有多好 我不相信今天有老師買得到啊 我直接講我直接打電話 我直接跟我會員朋友上面寫 現在是圈存你要先去付錢 現在是分盤交易沒關係 你就給他買下去 我們認為有機會上去 而且很明顯的昨天漢翔是漲停的 接下來我今天會分享一份報告 這是最後面啊 最後面的表格啊 裡面還有很多的文字啊 我說注意喔 無人機大漲之後啊 注意 我今天還是說誠意分享 無人機大漲之後 我有一份非常重要的報告 我覺得你電話進來 我們直接跟你分享 我覺得這樣是最乾脆的一個情況了 很多人在那邊講說 哎呀有多少多少股票都是所謂的 我告訴各位一件事啊 這裡面有一檔股票 我們今天已經進去了 拉到最高啊 那你說老師這是什麼樣的一個產業 這是什麼情況呢 我只能告訴你一句話 來注意 第一個他絕對是低檔 是不是低檔 跟昨天的2630 來我們用電腦好了 是不是低檔 來看一下 如果今天他長得跟8033雷虎 還是1584金剛一樣的話 來你來找我退錢 我明天不用退錢啊 我明天不用付錢的 你來找我揍我一頓可以嗎 罵我一頓可以吧 覺得是低檔吧 那總統聽到這件事說 有笑笑說不錯 這是下一個軍工產業趨勢 不可以或缺啊 我認為啊 只要我一打開來說 只要這個報告一旦上場 只要市場又跟著我 像任紅雷虎一樣 像任紅漢翔一樣 又任紅了我們財富指揮官的講法的時候 這股票立刻飆上去啊 所以想知道這個股票的 我今天只能這麼說了 我不想透露太多 如果透露那麼多的時候咧 市場大家又通通一樣 你有漢翔 我有漢翔 你有台船 我有台船 你有金剛 我有金剛 其實他們真的有嗎 我相信你大概很難瞭解啦 所以如果你有誠意的話 請你直接來電 我就這麼說了 我希望在假期當中 我們有更充裕的時間 跟你溝通好不好 而且請你務必如何如何 好好的掌握下一份報告 願意的你就跟上來 不願意的把報告拿來看一看 我這樣話講得夠明白 我這個人也是很乾脆的 所以請你也乾脆一點好不好 來 有沒有夠乾脆 2023年直接看好的產業 旁邊站的是大家都知道 非常著名的主持人 股市現場主持人 最資深的 我不好意思說他 這沾他的光 但是看到沒有火力全開 什麼軍工股動如脫兔 看到沒有寫在標準 題目都寫在這裡了 這是過年的時候 這是我現在跟你講的 我說台灣會成為全球前十大的軍工廠商 現在二十幾韓國已經是第七了 美國不斷授權要你自制 而且不斷要你自制 為什麼要自制 因為美國現在賣給台灣的武器 每次蔡總統去就說 你不是賣我海馬斯火箭彈嗎 怎麼還沒給我咧 告訴你一件事 我美國現在也做不出來 通通拿去烏克蘭打光了 沒關係 教你台灣自己做 做完之後幫我 有了我還欠別人的東西 你幫我賣給他 所以美國人現在做不完了 你知道沒有 烏克蘭彈藥已經做不完了 看到沒有 烏克蘭已經沒子彈了 烏克蘭沒有子彈了 烏克蘭也沒有無人機了 所以他們希望台灣幫他們做 所以我一直跟各位強調 真正的一個 不能說軍事投資專家 其實軍工本來就是一個很好的投資 第一個現在有190億 台灣的一個預算 以後要自己做 本來是美國人洛克希德馬丁亞做的 現在來叫你簽附做 知道沒有 你要做飛彈喔 拍謝喔 海馬斯我做不出來 我教你做 反正你會做天工的嘛 改一改就可以了嘛 你會做愛國者飛彈 我愛國者飛彈 這個就是我們自己的啊 愛國者飛彈 你們本來就有人在幫我做 我直接教他做 所以接下來的這個趨勢就是美國人教我們做 懂我意思了沒有 各位看到沒有 當初美國叫什麼M16步槍 我們叫65K2步槍啊 所以為什麼昨天我一直跟你講說各位看到沒有 美國人要來買什麼 買買慶祭跑到來去了 總之美國人要來買慶祭 各位看到沒有 要來買慶祭要來買槍機 要來買槍機 所以1584的金剛 你說老師今天要不要賣啊 我還真的很為難啊 還好好的咧 各位看到沒有啊 美國人叫你幹嘛 你叫我賣你海馬斯飛彈對不對 沒關係 你自己做我 以後你自己做好不好 他親父說啊那我本來做給你 你直接放在家裡 以前要運到美國 現在運到台北來就好了 你做的不夠 你看到沒有 我還跟你買 你這招不錯 前面用陶瓷的 來做這個所謂飛彈的彈頭的一個保護 昨天幾乎每個節目是不是都在講我講過的東西啊 昨天是不是各位看到晚上九點 東升電視台就在講我講過的東西 有沒有啊 再看一下好不好 來 我已經教會你了 你趕快拿去賣 那個新加坡跟我買 我沒辦法做了 你拿去賣 文來跟我買 你拿去賣 這就是現在美國人現在就要我們做這個事啊 就要我們做這個事啊 親愛的投資朋友 我真的講一件事耶 軍工股我今天一檔都不賣耶 有人說老師開高走低 我告訴你一件事 開高走低最多調節準備買回來 我一檔都不賣就像什麼 今天哪個老師有雷虎的啊 我那天在講什麼 我說本來雷虎那天就要飆了 哪小得 那天我們台灣沒事啊 台灣這個時候要幫人家露氣 有時候桃園的農業局沒事殺了一隻廢廢啊 啊我們的政旗局沒事關了一隻老虎啊 放出來咧 但是有的時候我們要感謝我們政旗局啊 你不關起來我怎麼買得到啊 但是你一定要知道說你一定要能夠看得到更遠的地方 你一定要看得到說原來巴菲特說的 連巴菲特都來投資軍工產業啦 巴菲特在這個月的11號 我們是11月的時候就開始投資了 我們投資了四個月巴菲特來了 所以我跟各位講說軍工產業沒那麼簡單 你不可能只買一個無人機吧 你不可能只買一個飛彈吧 接下來它會發生什麼情況 今天的趨勢報告 我希望所有朋友你拿回去看 昨天我們的絕代雙交啊 我昨天稱之為絕代雙交啦 絕代雙交的話就是2630 你說老師亞航只是做普通直升機的 我跟你說你看這機機多少啊 這機有說永鷹飛機欸 那我問你一件事啊 啊直升機不能再漲一下嗎 大家一樣拿一樣錢的啊 他有四百多億是拿我們國家的國防預算啊 是不是低檔 我現在還是回你這句話 真正的老師能夠把握住高檔 還會再漲 真正的老師能夠告訴你 有些股票低檔能漲 今天我講的全部是低檔 要不要由各位做決定 等一下我就真的這樣講 等一下一進入廣告 那麼其實第二階段 你想聽也可以不想聽也可以 請你趕快先抓住你的機會 撥通專線 我希望我的節目結束15分鐘之內 那麼我們要做別的業務 這15分鐘之內給各位機會 也給各位跟我們共同 能夠掌握未來新興產業 軍事投資最大的機會 請各位立刻拿起你的電話 好 想了解最新台股走勢 股市民視現階段手中的標股 您想知道的一切都在股動乾坤 蘋果特斯拉崛起 您跟上了嗎 投資股市需要的是領先市場 新興產業崛起 股價快速飛升 軍工 升級電力 新興產業深入研究 看見未來才能改變人生 立刻跟上02 27810909 RSI九大要領 急迫指標盲點 太弱换強 讓您改變散戶的命運 運打投顧02 27810909 27810909 蘋果特斯拉崛起 您跟上了嗎 投資股市需要的是領先市場 新興產業崛起 股價快速飛升 軍工 升級電力 新興產業深入研究 看見未來才能改變人生 立刻跟上02 278109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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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靜達投顧 真心照顧 其實在收到縣封以前 我完全不知道什麼是國務院法官 那個當下其實我有一點害怕 我真的能升任嗎 法官都很細心的告訴我們 下一個步驟是什麼 現場的人他是專業的 你怕什麼 那麼昨天跟各位預告低檔的股票 還跟你講說這是最低檔 這樣圖看起來最低檔 OK了吧 沒錯吧 這樣圖看起來最低檔 OK了 沒錯吧 你說老師 亞航會不會這一下子 標起來呢 先向誰 先向這個2634的 2634的漢翔看 2634 先看齊一下漢翔 哎呦 跟漢翔看齊就已經有距離了 哎呦 老師會不會跟這個雷虎 來做一個那個競爭啊 哎呦 說不定耶 當初人家亞航是說 我都已經產線滿載了 你叫我去標那個無人機 我沒空啊 哈 大哥沒空 哈囉 知道嗎 他本來就是做直升機的 做一個小型直升機有什麼困難 做一個無人直升機有什麼困難 所以這是不是低檔 將來還會不會漲 哎 不知道 我就這麼形容一句話 我現在在這次上 我不能講說一定會漲 我只是跟你講說 各位看到沒有 哎 二六三四的 二六三四漢翔 好不好 先比漢翔就好了 漢翔已經長這麼高了 他至少比他矮 這個都不要長到天上去了 是不是 所以我就跟各位講 當初雷虎為什麼會長 我跟你說 哎 他都還沒長完 他都能夠過高啊 你猜雷虎會不會過高 我是不是這樣告訴你 接下來我就跟你講說 各位注意啊 我們要講的是下一個軍工產業趨勢 他在無人機產業裡面 不可以或缺 甚至我們這麼講 他是另外一個產業來幫無人機啊 那昨天有人跟總統講話 總統笑笑沒有回答 那笑笑沒回答也沒有否認喔 那下週就要開始發動啦 我相信股票市場一定是一輪接著一輪 這樣子動起來的 而且各位看到沒有 今天那個報告已經寫好了 上面有文字也有像這樣的表格 我只把表格拿出來跟各位說 這是我1月13號在電視上遮起來的表格 2月7號就直接送給你了 我想這樣夠清楚了 來這是昨天的螢光幕 昨天螢光幕大家都說昨天人家就在講沒有股票了啦 我碰到你們老實在動不了 各位看到沒有 這個8033雷虎漲到30塊說 20漲到30了不會漲啦 結果這個下影線買到的時候 還是接近32、33、34直接試駕買 還在分盤交易 不會漲不會漲 你們老師等一下也在不會漲 這已經漲多了沒有標的了 38塊我們還在買 不會漲不會漲 不會漲不會漲 今天請問一下那這叫什麼 這叫什麼 2634的漢翔也說不會漲不會漲 今天最好趕快今天賣 其實前天他又叫你賣之前又叫你賣 我跟你講一個新興產業 一個才剛剛起來的產業 再看一下好嗎 之前我怎麼跟你講精銳的 有多少人講不會漲 最後最高點 你如果想半年之後再聽到雷虎的話沒有關係 那時候說不定還真的不會漲 半年之後不是講現在 那我們來印證一下好嗎 你說老昨天都已經找不到股票了 我說那我們來印證一下 終於找到了拍謝 不用講那麼多了 是不是雅翔 是不是雅航 中光電你認識他吧 親愛的投資朋友 而且接下來各位要注意到一個趨勢 這一次在俄羅斯跟烏克蘭的一個 所謂的對決的過程當中 大家發現中國大陸的武器 跟俄羅斯的武器 他們的砲彈絕對是夠大的 但是三個字打不準 所以打不準的狀況之下呢 打不準又不好控制啊 有的說打出去還找不到啊 甚至呢 所以所有的東西要換成美國的一個製造 美規啊 打不準有兩個原因啊 第一個是什麼 難怪他們那麼想要台灣啊 沒有台積電的高速運算晶片 所以打不準 台積電一下 幾個目標全部幫你算出來 要台積電高速運算晶片啊 所以為什麼美國F35 最先進的飛機上面 隱形空炸機上面全部都裝台積電晶片 為什麼美國那麼需要台灣 你現在知道答案了 原來美國那個槍上面那個炮彈的準星 是咱們台灣人幹出來的啊 所以為什麼烏克蘭可以那麼準確的打到俄羅斯 不然烏克蘭怎麼可能跟俄羅斯撐這麼久 早就一個月被打扁了 你可以想像得到 我們有台積電 真的不要講說 我們反攻大陸啦 大陸要打我們沒那麼容易 第二個各位看到龍德造船 為什麼最近這麼紅啊 因為很重要的一點啊 我們台灣的海巡艦 我們的陀江艦 平常看起來像是警察在用的 那麼時間一到呢 馬上裝上了所謂美國制 美國規格型的炮彈 裝上去砰的之後馬上變成戰艦 所以你那個size 你那個炮彈的size 跟你那個所謂的真正的一個軍用的這些東西呢 全部都要轉為美國的規格 這就是接下來產業報告要跟你說的 你說老師我現在自己有這個有那個有這個 對不起飛機進來一樣不會飛 因為聽不懂看不懂 那訊號不一樣 你現在全部都要轉美規啊 這樣你能不能了解那個意思 為什麼現在美國要跟雷虎買他的無人機啊 其實不是美國跟雷虎買無人機欸 是美國現在控制無人機的東西呢 已經把這個訊號交給了雷虎 雷虎的才能夠收到那個訊號我才會飛啊 不然你飛出去的時候講俄羅斯話 你在公車下面挖溝你聽不懂 就像什麼你走在路上你聽不懂台語 人家跟你講台語向左邊你也看不懂 打棒球你看不懂暗號 你就不曉得怎麼打 所以今天我要跟你講這個 這已經造成什麼 造成我們台灣所有的規格要變成這個新興產業 這像什麼這像我們台灣以前的手機啊 以前必須要經過誰 我們台灣所有的手機以前必須要經過蘋果的認證 那蘋果認證完了之後就像這個啊 我會做這個鼻造輪啊 但是問題來了啊 那個飛彈有多大你也要問美國啊 你懂我的意思了沒有 所以我甚至我就跟你講2630的雅翔 我都覺得將來很有機會啊 因為將來造美規的時候 全世界什麼東南亞比較阿媽阿狗型的 要換直升機你都要來台灣問 就像現在F16已經是 也就是我們的這個漢翔啊 變成了東南亞最大的服務基地啊 台灣跟韓國全世界直大軍火國之一 授權台灣授權台灣自製到外銷 我們怎麼樣達到第一個 一百三十一百九十億的台灣的預算 能夠自製美國還要送我們六十億啊 所以一共是兩百五十億啊 然後最後呢做完了之後 海馬斯火箭炭什麼做完之後我們還要外銷 我們今天就要跟各位來談 所以我今天資料資料多了啊 來就這麼跟各位講 第一個我只保證這兩個字啊 我們只能保證這個啊 你說老師會不會漲啊 會不會標十字停板啊 我不能保證啊 你自己來看報告 我只能保證低檔這兩個字 那你願意的有誠意的你就打電話進來 我也是這麼告訴各位 希望所有朋友能夠好好的把握 其他的由你各位自己來決定 你覺得黃靜哲長得帥夠英俊 講話夠誠懇 你願意加入你願意加入 你不願意加入的 跟上我們的報告 我們希望也能夠幫助你好不好 歡迎你就這個禮拜六跟禮拜天 請你無論如何撥通專線 靜哲掌停掌停再掌停 我們最好的報告等著您 本服務公司與所推薦分析之客 也有大證券 無不當制裁物利益關係 以往之績效不保證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神聖評估並自付投資風險 想瞭解最新台股走勢 股市民視現階段手中的標股 您想知道的一切都在鼓動乾坤 黃靜哲老師聲明書 近來網路詐騙猖獗 利用黃靜哲銷向發送LINE訊息 提供不實的股票分析意見 或推介建議 詐騙投資人 請投資人勿受騙上當 若有疑問請撥打 運答投顧公司電話 02-2781-0909確認 以免權益受損 苹果特斯拉崛起您跟上了嗎 投資股市需要的是領先市場 新興產業崛起股價快速飛升 軍工生計電力 新興產業深入研究 看見未來才能改變人生 立刻跟上02-2781-0909 2781-0909 RSI九大要領 急迫指標盲點 太弱幻強 讓您改變散戶的命運 運答投顧02-2781-0909 2781-0909 我是氣象達人彭啟明 我的神水好習慣是 會把洗澡前的冷水沖洗水 通通收集起來 可以用來沖馬桶 還有拖地 一水多用 結尾用水從你我做起 我是中央氣象局吳婉華 我的神水好習慣是把洗漱果的水 和廚師機裡收集起來的